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大家收工过年了吗 如果收工过年的还是还没有收工过年 都可以看我们的美洲360哦 第一则消息就是 传闻中的这个吉利冰月L呢 在中国的工信部先生外观设计非常的帅气 我们都知道吉利的车款很喜欢在后面加个L 也就是Long Wheel Base 长轴距的版本来推出市场 而最近呢在他们的畅销车款上面 冰月也出现了L的版本 据说呢这款车呢 它的轴距会比起目前的冰月还要大 但是外观设计更帅 我们以目前的冰月来看呢 目前的冰月轴距大概是2600mm 但是到了这个冰月L呢 它的轴距是达到2701mm 大了很多 也意识着这款车的空间表现会更巨大 实际上呢这个冰月在中国是一款非常畅销的小型SUV 但是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改款 而这次传闻中的冰月L呢会是第四次 它的外观设计会跟这一个之前发布的博越L非常类似 但是车身缩小一点点 可是看起来更加的帅气 如果单单就外观进行拼分的话 我会给它满分10分 而且在车尾呢 它采用了非常耀眼的四出排气管 这个排气管我可以讲 比起Civic Type-R还要夸张 大家喜欢这样子的设计风格吗 不过在引擎的配置部分呢 据悉这款车还是会继续采用1.5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达马力表现是181hp 风车牛油表现290纽顿米 大家觉得这辆车怎样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 第二则新闻就是全新一代的Honda CR-V呢 即将在3月的曼谷车展首发 预计在今年引进我国市场 全新一代的Honda CR-V 早前已经在北美市场跟中国市场发布了 这款车的外观设计变得更为方正 而且称臣司马同样的也变得更大 上一代的CR-V轴距是2660mm 这一代增长到了2700mm 代表这里面的空间会更大 其实一直以来 CR-V的最大卖点就是它的空间表现 这次CR-V的空间会更大 所以预计呢 这款车会更适合家庭使用 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也主打这个内装设计质感的精进 我们来看官方公布的照片呢 虽然讲它跟这个Honda Civic FE很像 但是不得不承认呢 它的这个质感表现真的是提升了非常的多 另外一点就是这款车同样的还是提供了5人座 或者是5加2的座椅设定 上一代车型本地市场是没有引进5加2的车型的 不知道这一代车型会不会引进呢 至于在引擎的配置部分呢 这款车在国外有2.0L的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1.5L的VTEC Turbo引擎可以选择 其中VTEC Turbo的引擎动力选项没有跟之前有太大差别 最大卖点表现同样的还是193PS 大概是190HP左右 峰值扭力表现253Nm匹配CVT变速箱 另外呢也提供了一个2.0L的IMMD混合动力引擎 这个引擎输出呢跟这个CVT F1-RX EHEV是一样的 最大卖点表现181HP 峰值扭力表现315Nm 主打节能减好 大家觉得哪个引擎配置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吗? 第三车新闻是 Torota Highlast GRX 版本传闻即将登陆我国市场 预计售价为168,888令吉 其实早前在UNW Toyota 的官网呢 就已经不小心公布了这个GRX的存在 这款车不要看它的外观设计 跟普通的HILUS很接近 但是实际上它是经过特别调校的 包括更为运动的这个悬调 还有更好的操控表现 另外在国外呢这个HILUS GRX 版本呢 它的引擎输出也有获得升级 目前普通版本的2.8L HILUS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201HP 但是在国外的GRX 版本呢 提升到了221HP 所以可以看出这款车的 这个操控跟动力表现都会更强悍 这款车其实已经在南非啊 在泰国跟在澳洲一些市场发布了 而我国居息会在最近发布 但是实际的发布日期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售价呢大概跟普通版本的HILUS 会有一点点差距 大概是贵了10万令吉左右 所以它的售价大预计是在168888令吉左右 其实HILUS 一直以来都是马来西亚最畅销的皮卡车 已经连续18年蝉联第一名 这个GRX 版本的加入呢 我相信会提升它在本地的盛世 那么大家会不会买这个运动版的HILUS呢 第四车新闻同样是关于皮卡的新闻 也就是这个法国的HILUS Piltro的LandTrek 正式在马来西亚预览 预计售价是123000令吉 其实这一款车呢 是标志跟这个长安汽车合作开发的车型 同时采用了这个ISUZU的柴油 涡轮这样引擎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些中国的汽车品牌 例如说长安啊 例如说这个长城啊 他们对于皮卡的研究呢 其实是非常的强的 同样的他们的皮卡也是非常的耐用 因此吸引了不少的国际车厂跟他们合作 标志就是其中一个因为长安的皮卡出色 所以跟他们合作的公司 这一款LandTrek就是在这个合作下发生的产物 实际上LandTrek在好多年前就讲要引进马来西亚市场了 但是因为这个更换代理等等的种种原因 所以它就取消或者是延迟 一直到现在才正式在马来西亚预览 据悉在马来西亚的版本呢 是有一个罢了啦 就是它是算是顶级版本 采用者是1.9公升的 采用涡轮这样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50PS 大概是148HP左右 峰值扭力表现是320Nm 这样的引擎输出基本上跟 Ishuzu DMAX的1.9公升引擎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他们采用的是一样的引擎啦 但是标志呢负责设计底盘跟悬吊的结构 剩下的整体工作呢则是交由长安汽车来负责 所以这款车可以讲是日本 法国跟中国的混血额啦 不过暂时呢Bermas Auto 并没有公布这个LandTrek 什么时候会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 所以我们就静静等待吧 印尼媒体报道 东南亚版本的Toyota Yaris Cross 即将在今年的6月发布 首先我们要澄清一点 就是这个Yaris Cross 跟欧洲还有日本的Yaris Cross不一样的 这个是专门为东南亚市场开发的 也是采用DNGA平台打造的车款 其实目前为止并没有太多这款车的详情 但是根据印尼媒体Auto Driver的报道呢 它会在今年的6月发布 主要是为了取代Toyota Rush 这款车是一款B-Segment的Crossover车型 可以讲其实是这个Yaris的加高车型啦 目前可以知道 详情是它的轴距大概是2620mm左右 所以其实空间表现不差 不过预计呢 它的车身尺码会跟这个Proton的S50差不多 除此之外 根据传闻呢 这款车也会在这个Produa的旗下发售 也就是之前我们报道过的D66B SUV 关于这款车的更多详情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观看哦 好了这边就是我们这一期美洲360的内容 祝大家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